编织老师细心的指导学员 在麻布上编织出美丽的作品 这是由台中市布农族 卖上协会班里的 布农族麻布绣编织班 为了要学习布农族传统技能 参与的学员是相当的愉悦 很有兴趣啊 既然有这个机会就来这份学习啊 享受农协会是最好 对我们初学者来讲真的很困难 所以要认真学 因为这是我们布农族的传统 我觉得我们自己学会了 我们才可以教我们的小朋友 指导老师表示 这堂课主要是以传统的麻布 来做十字绣编织 并运用布农族图像符号元素制作 透过这样的学习课程 让学员更认识自己的文化 把我们布农族的特色就放在里面 让他们一边做一边 就是看到这个作品 就想到他们族人 自己的以前的就是标志了 指导老师表示 由于在都会区的族人 少有学习传统编织的机会 这堂课除了学习到传统技能之外 也凝聚都会区布农族人相互交流 原是新闻 一晚闹台中太平采访报导 是新闻的族人相互的族人相互交流